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颈动脉超声检查 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通过颈动脉超声检查看颈动脉的健康状况 能够很好的反映出心血管的问题 因为颈动脉的硬化情况 是不是有斑块 如果是有了 也意味着心脏血管 甚至脑血管同样有相关的问题了 那么心脏血管和脑血管 检查起来比较复杂 所以非常好做颈动脉超声检查 我们做颈动脉超声 可以及早地发现哪些隐患呢 颈动脉超声检查 主要是发现颈动脉的硬化情况 也就是内中膜的厚度 另外一个你看看颈动脉内膜的表面 是光滑的还是有斑块性的隆起 这是两个角度 一个是跟血压关系比较密切的 这个血管壁的厚度 另外一个更常见的是斑块的形成 来发现这么一个指标 就能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可能很多人一发现 做完超声之后 发现这个斑块了 就会紧张害怕自己 什么时候脑梗或者是心梗 有必要这么紧张吗 太紧张没必要 但是它有这个概念挺好 我倒认为每个人如果发现斑块了 要警惕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可以说叫做心梗和脑梗的发生 所以发现斑块是很重要的 这样我们就采取干预 只要你长期的干预 把这个血脂血压控制好了 这个斑块不再长了 那么把这个斑块变得稳定以后 斑块不再铺垫以后 这种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 就成倍的下降 所以能够很好地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那么像这个已经中央硬化了 而且发现了斑块了 它患上这个中风脑梗的几率大吗 当然大 因为这个地方颈动门有斑块 因为脑洞门也有斑块 颈动门斑块如果一旦破裂 也会堵塞脑血管 那么脑血管自身还有斑块 同样它也会破裂 也会堵塞脑血管 很容易发生脑梗 那心脏血管发生 那就是心梗 就这么回事 所以治疗是一样的 我们叫动脑中央硬化斑块 是指全身的动脑 多可能出现这样的斑块 关键是你的斑块 长得什么部位 长得心脏和大脑 这些重要瘴器 那一旦斑块破裂 会危及生命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人肿要过世对吧 一半的人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 而过世的 这种心脑血管疾病 主要就是斑块导致的 那这个斑块 是不是只是中老年人的专利 年轻人或者更年轻一点的人 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 总体来说老年人更多见 这是肯定的 但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很成问题 尤其中青年人 现在是胡思海蜡的 比如说操纵肥胖的现象 吃的过剩 营养过剩 操纵肥胖代谢问题的人 更容易出现这个斑块的 比如说40岁的人 我们留掉发现 40%以上有紧脑脑斑块 不少见了 所以40岁以上的人 就40%以上了 那30岁左右就可能有了 你看这个模型写得非常清楚 从十几岁开始 就损伤血管内膜 如果你不注意 加上有些家庭背景 有心血管病 家族式的人 可能更早地会发生 血管内膜斑块的形成 那么十几岁实际上 就我们通过思解的话 因为某些其他疾病 看这个十几岁人的血管内膜的话 已经发现一些小斑块了 但随着年龄的增加 如果你不采纳健康生活方式 这个斑块是直接长大 长到一定程度 甚至可以长得完全堵死你的血管 使这个血管的血流就堵塞了 但是完全堵塞这个情况是少见的 更多件是中等程度的斑块 比如说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五塞堵塞的这种斑块 更多件 这种斑块为什么多件呢 人没感觉 人没有不舒服 您见过最大的斑块 脱落的斑块是有多大呢 很多老百姓都用斑块脱落 当然老百姓理解没有问题 实际上严格地讲 斑块是长在血管内皮里面的 它不跟血液结束 斑块永远不会脱落 会脱落是斑块破裂以后 出发形成的血霜会脱落 是血淋块 这斑块是不会脱落的 斑块会破裂 斑块最怕就是斑块破裂 斑块破裂主要是那些 没有感觉 没堵百分之五十以上 堵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这个人有感觉了 他会抗病 像刚才讲的 会做警督们超纯检查 一查找到斑块了 我刚才说了 就必须采取药物和非药物 联合的干预 一旦用药物和非药物干预以后 这个斑块就会趋向稳定 趋向稳定以后 这个斑块就不破裂 那么它就是有斑块 也是安全的 或者大致安全的 这种纤维帽很厚的斑块 它不会破 不会破 它就不发生血霜形状 那什么人特别容易长这种 不安全的斑块呢 不稳定的斑块呢 关键是看这个血脂的 层级的速度 也就是斑块从平平的血管内膜 浓起来的速度 你浓得快 因为这个 这个只要有斑块它就有炎症过程 它这个斑块本身有炎症刺激 就会刺激这个表面的上皮细胞会增生 但是这个增生要给它时间的 我们一般概念是两到三年 要让它不增长 两到三年 刺激它以后 这个上皮细胞成就一层一层叠叠叠的 叠叠叠叠叠的就长出来了 那么纤维胞就厚了 就变成稳定斑块了 斑块很多老百姓有个不太准确的概念 斑块不在意堵塞血管的严重程度 或者换个话题 换个角度来理解的话 堵到一定程度 甚至严重一点 你又感觉到真不是坏事 你知道有病了 你会去治疗了 就怕那种只有30%到50%的小斑块 它没感觉也不知情 那么浓起来缩度很快 表面这个上皮细胞成很薄 那么又搞不好这种人 我还是年轻人 他一激动或者一剧烈运动 年轻人也有些人爱运动 现在还追求极限运动 这个发生猝死 为什么极限运动会猝死 马拉松跑会猝死 就这种剧烈运动下面 因为突然压力 血压升高 血压升高对这个血流的 那个测切力就增加 那么这个表面就很容易破裂 一破裂 好 触发了血凝 血凝固几分钟内 就形成一个很大的血霜 厉害的 全部毒死 整个血管毒死 从这个斑块开始 整个血管毒掉 如果说是没有完全毒死 血流冲击还大 这个形成的血凝快慢一点 那么尽管还有部分通的 但是这新形成的血霜 我们叫红血霜 它是不稳定的 血流冲击冲刷 它会掉下来 一颗颗往下掉 掉到哪里 堵在小血管 还不一定避命 血霜大的话 那真的是致命的 其实谈到这里 我突然想到一类人群 就是高血脂人群 肥胖人群 可能一定要特别小心了 我觉得他们 如果去做检查的话 没准这个颈动脉上的斑块 还是比较明显的 是 我们希望就是说 你有伤高 其中任何一高的人 你干的特别是血脂异常 那包括糖尿病的人 同样代谢疾病 往往意味着 他的血脂也不正常 而且有糖尿病的人 生活方式病 高血液也生活方式病 这都是相关联的疾病 有任何一项出现 你最好定期 做得到每年 做不到每两年 要做一次颈动脉的超纯检查 去发现一些小的斑块 哪怕这个斑块 按照我们定义 还没构成一个斑块的诊断的时候 哪怕一个小的 表面的不光滑 多警示你 多可以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 来避免这种真正的斑块的形成 但是一旦形成了 那生活方式干预不够了 要加药物了 对 三高人群 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压的患者 对于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就更应该要严格的预防了 但是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 比如说爱抽烟 医生都说千万不要抽烟 尤其是有心脑血管方面问题隐患的人 千万一定要戒烟了 那这个吸烟对于心脑血管的影响大吗 这个老百姓可能有很大的误区 我们经常说抽烟会导致癌症 实际上抽烟是跟癌症有关 但远没有跟心脏病关系那么密切 抽烟主要导致肺癌 肺癌里面这一半跟灵癌有关 跟腺癌还无关 所以有得爱抽烟的人还说 那个某某人不抽烟照样得癌症 他是得的是腺癌 跟抽烟本身是没关系 这时候癌症里面一半以上是腺癌 而癌症总体的是 十万人里面有那么几十个 一百多人得癌症 不像心脑血管 一百个人里面有四十几个人 所以说我经常讲 抽烟导致的心脑血病 远比抽烟导致的癌症的风险高得多 高多少 两百倍以上 所以说抽烟的第一危害是心血管病 就是导致动脉中央硬化的形成 为什么呢 就是这道理很简单 你如果血管病是光滑的 没有任何危险因素暴露 没有问题 但是抽烟的人 这个血管内膜的上皮细胞 就发生卷缺了裂屑的形成 或者叫做洞屑吧 这个一旦形成 这个胆固醇颗粒就能够装到血管内膜下 这个斑块是长在内膜下来 这个血脂为什么会沉下去 为什么会跑到血管内膜里面去 是由于表面不光滑了 表面的上皮细胞层被破坏了 谁破坏了 抽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为什么抽烟的人平静年龄要提前十年死亡 因为主要是心血管病 没有那么多冷抽烟的人得癌症 但是有很多抽烟的人得心血管病 这是抽烟是导致心血管病的四大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刚才讲的三高 第四个就是抽烟 就是抽烟 而且这个烟草当中有烟油子 我们说这个烟油子 你想想每天这么多的油吸进去 而且有很多尼古丁化学物质 刺激我们的心血管 确实是罹患心血管风险会非常非常的高 是的 某个角度我们理解为是斑块形成的搓发因子 如果没有它的搓发就没斑块形成 我们倡导戒烟神越早越好 因为一旦这个人戒了烟 他对心血管导致的危害 五年左右就消除了 因为人体的自愈能力 其实自我的恢复能力很强的 是的 不像戒烟以后导致癌症发生减少 那时间多长 现在还真不知道 会更长时间 但是对心血管的危害 五年内就消除了 那如果说查出颈动脉斑块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能够消除掉 吃药管不管用呢 现在完全有办法 严格讲消除掉的人 有但比较少 就是说新发生的很小的斑块 你采取非常有效的干预 包括药物和肥药物 就是把这个低密度 脂弹的挡过去 严格的控制在2.6以下 2.6毫米外 这个水平以下的话 给它两到三年时间 有部分人就完全没掉了 因为恢复 正常 它可能是越早干预 越年轻干预 效果会越好 对对 多数人做不到 做不到不要紧 只要是这个斑块不再长 给它两三年时间 它表面形成了很厚的纤维帽 那么好的 这个斑块也基本上没有危害了 或者是危害很少了 斑块也分几种 主要是分稳定和不稳定 但是在超生下 你看到是软斑 混合性斑块是不稳定的 看到是那个钙化的斑块 那是稳定的 您刚才也提到了 如果说发现了 颈动脉有斑块的话 就一定要吃酱汁药 那么这个药是终身制的吗 还是说我现在 有了这个颈对面斑块了 然后吃了一段时间的药 各项指标都正常了 那我就停药了 我不用吃了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首先我先肯定 用药是安全的 是有效的 但是不是说对所有人 少数人会出现 某些药物负作用 比如说中国人 比较多件的肝功能 一过性的损伤 大概在5%到8% 那么这个一过性损伤 看严重程度 如果轻度损伤 甚至可以不停药 不减量 如果说是明显一点 那么你就暂时停个两个月 再恢复用药 不会有问题了 它是一过性的 这是比较多件的副作用 另外少见的像肌炎 肌病那是很少见的 几万人里面有这么一个 很少见的 但是只要盯着吃药以后 有没有肌肉双疼的问题 肌肉特别无力的现象 如果没有 同样是安全的 所以总体来说 绝大部分人用 这个塔丁类 降血脂的药 它是安全的 而且是有效的 但是前面三年 至关重要 要强的 把它控制得更低一点 让斑块稳定住 那么问题是 这一类药尽管是安全有效的 实际上它不治疗 这个高档固醇血症的 它是降低身高的 档固醇的 你一停药 这个病还在 你容易形成 高档固醇血症的 这个机制还在 你一停药 档固醇又生起来了 所以为什么要 长期的终生的用药 是你这个人 你没有药物干预 你很容易形成 高档固醇血症 所以你停不了药 因为你过去的历史 告诉我们了 你是高档固醇血症 而且容易形成 斑块 这样的一个病史的人 停不了药 不是说这个药依赖了 是你有这个病 你药停了 病还在 一停药 又生上去了 那问题还要来 所以一般的建议 都是长期的 终生的用它停药物 少数人做得特别好 那么他停药以后观察 档固醇不再增高的话 你说不用药 有 很少 绝大多数 终生用药 你看现在很多老年朋友 买保健品 就要吃这个深海鱼油 叫Omega 3 说这个国外的三文鱼当中 这个含有的这个鱼油 是最好的 就每天都要吃 您觉得有必要 这么补充保健品吗 几乎没有必要 我从来就不倡导 这种深海鱼油 要两个条件 一个是浓度要很高 一个是量不能过多 这个角度来说 你一不注意 妨碍油是多了 妨碍油容易合成党固醇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并不降党固醇 导致动脉作样硬化的 醉壳祸首或者原因是党固醇 并不是干预伤脂 干预伤脂是催化作用 错进了党固醇的成绩 使这个党固醇颗粒 变成小M的颗粒 就是颗粒更小了 更有致病作用 它是发挥这个作用 它是一个帮凶的作用 它不直接导致动脉作样硬化 所以这个角度的时候 你光吃深海鱼油 这种花的钱不少 实际上收效甚微 我不倡导这一类保健品 能不能去吃这个东西 尤其大家去旅游 旅游商店买的那种深海鱼油 我还真不能保证 它是不是高浓度的 深海鱼油 那吃什么可以延缓板块的形成呢 那有生活上面 比如说有些食品 它同样对血脂有降低作用 比如说清淡饮食 这是我们所说的 倡导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比如说坚果 它能够这样挡固醇 它里面含有比较多的植物窄醇 它能够抑制挡固醇的吸收 对 因为大家 但是可能大家的传统意义上 觉得这个坚果里面油特别大 你看不管是河道也好 花生也好 所谓的非常非常多的坚果 都是榨油的 你本来身体的油就多 还吃油 这不是油上加油吗 我们倡导不是去取油炸的一些坚果 这一类食品 量是第一个要素 我们倡导的坚果一天是25克 也就是半两这么一把 半两的坚果 这个确实坚果 它是高能量的食品 毫无疑问 但是这里面含的很高的植物窄醇 它能够降低党固醇的吸收 所以带来这个的好处 比如说还有很倡导的地中海饮食 它倡导是以蔬菜为主的 以鱼肉为主的 低脂的这种食物结构 优质蛋白的食物 优质蛋白 这种生活方式是有利于心血管健康 营养的改善 与我们长寿至关重要 现在我们看到的 中国人病也越来越多 心血管病你刚才说了 非常多 而年轻化 但是中国人的命越来越长了 现在全国是77.3岁 我们解放出是35岁 这个一倍多的增长 不是更多人得病带来的 是我们中国的社会的发展 营养的改善 使我们健康长寿了 某个角度都不叫健康长寿 叫长寿 健康寿命是缩短了 那么期望寿命是延长了 带病生存的时间或者寿命延长了 这个带病生存是代价很高的 刚才讲的这些人长期用药 会使它寿命延长 但是生活质量下降 生活质量下降 健康寿命是缩短状态 很多网友都提问 到医院去做血脂检查 做哪些项目呢 血脂检测比较复杂 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指标 但是我们倡导的是 四个指标一定要做 一个是肝油伤脂 第二个是总胆固存 第三个高密度脂蛋白 第四个低密度脂蛋白 四个指标必须要撤 这个四个指标里面 意义还真不一样 我们这四个指标里面 重点要关注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存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 就是要关注坏党固存 它是导致动脉中央硬化的罪魁祸首 那么这几年来 有些新的进展 这两年到三年时间 全国逐步逐步在开展了 有个叫小M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存 这个指标特别适合中国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刚才我讲四个指标里面 中国人比较多的血脂异常是高肝油伤脂 高肝油伤脂血症的人 往往会掩盖或者低估了 党固存的危害 肝油伤脂一高 有些党固存颗粒跑到 肝油伤脂颗粒去了 没撤出来 光光撤低密度 它定不高 所以这样会误导你 但是小M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存 不被掩盖 而且它是自动脉中央硬化 最强的一个党固存颗粒 我们叫做超级坏的党固存 这假如有条件 我希望更多人 尤其是有动脉中央硬化的人 要去监测一下 光读这个指标 有效地干预这个指标 把它控制的正常范围 一般成年人我们希望 20岁或者18岁以上 成年人吧 每5年至少要吃一次血脂 一个40岁以后的男性 更年期以后的女性 因为这个年龄 高党固存血症明显增加了 每年测一次血脂 如果是有心脑血管疾病 刚才讲的 动脉中央硬化斑块形成的人 每三个月测一次 长期稳定控制好了 六个月测一次 不能再长了 您刚才提到了 这个坏的党固存 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党固存 它存在于哪些食品当中呢 实际上党固存颗粒 颗粒在很多食品都有 高党固存食品 主要是什么呢 动物内脏 尤其大脑 猪肝 牛肝 肝组织里面含量特别高 尽管我们也知道 蛋里面 党固存含量很高 但是蛋很有意思的 这个它很完善 为什么呢 它有一只党固存 吸收的卵磷子很高 不像大脑和猪肝 它的卵磷子比例不高 所以那个是 往往是高党固存的食品的代表 对 因为前几年的 大家都不太敢吃鸡蛋了 尤其是可能 胆固存比较高的 中老年朋友觉得 那怎么办呢 这个蛋黄里面 胆固存实在太高了 只吃蛋清 蛋黄呢 要么吃一半 要么就不吃了 干脆不吃了 他们就觉得 这个里面 胆固存特别特别高 但是现在好像 又给这个鸡蛋 验鸣正身了 不是这样的 我们坚决反对 我们要求的是 吃全蛋 因为蛋清营养价值很有限 蛋黄才是 真正有营养的东西 比什么山珍海味 营养价值都要高 它是一个完全食品 所以一定要吃全蛋 假如你是 动脉中央硬化斑块的人 比如紧动脉斑块的人 心小是肝疾病的人 你减量就行了 隔天吃一个蛋 很正常 不能不吃蛋 它是最好的营养 我刚才说了 营养是长寿的 至关重要的因素 你不能因为有些问题 而营养去失落 对 受影响的 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了 很多的 叫深加工的食品当中 含有一些食品添加剂 比如说像人造奶油 这类 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 孩子也很喜欢吃 甜甜的香香的 但是里面有一些叫 反式脂肪酸 这个是对我们人体的健康 危害极大的 是 这一类深加工的食品 它为了最具口感 往往用饱和脂肪酸 尤其有一种饱和脂肪酸 它还不油腻 吃起来还不油腻 叫反式脂肪酸 那对我们的 地位还很大 饱和脂肪酸 是合成胆固醇的 主要原料 所以你不知道 我不吃胆固醇就行了 不行 75%是自身合成的 是由于你提供的 这个饱和脂肪酸 给肝脏组织 合成了胆固醇 所以说 你不吃胆固醇 不解决问题的 一定要 减少油的失落 尤其是饱和脂肪酸的失落 所以我们为什么 倡导用海藏品的 这一类食品 它尽管也有一定的油脂 它往往是多不饱和脂肪酸 比例比较 饱和脂肪酸比例比较低 相对比较健康 你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肝油三脂 它是帮凶 它不是真凶 不是直接的 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的 构成威胁 那如果只是 简简单单的 肝油三脂偏高 是不是它不会对 我们的心血管 造成一定的影响和危害呢 是这样 肝油三脂真高 它不直接自动脂肪酸化 它是个帮凶作用 怎么帮的 是让低迷度自动脂肪酸 具有更强的治病作用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同样要注意控制 尤其我们最可怕的是 叫混合型高脂肪酸 就是肝油三脂高 胀肪酸也高 这个就要命了 这是中国人群里面 最普遍的现象 所以为什么 中国人现在血脂水平 比欧美国家要低得多 但是心脑血管疾病 并不比它们少 对 就是中国人群的 血脂谱不一样 它不是单纯肝油三脂高 它是混合的 肝油三脂高 胆固酸也高 这种治病作用更强 那么仅仅肝油三脂高的人 一般问题不大 没有特别高 我们讲一个重度身高 叫做5.7以上 就是高了三倍以上的这种人 到不时所导致心血管病 这种人容易发生什么呢 急性坏死性一线炎 大家经常碰到 喝酒和死人 对 这种人 高肝油三脂 重度身高的人 喝酒的话 就会发生致死 就是说 喝了酒以后 发生急性坏性一线炎 几个小时就死了 结果他还没醒过来 人已经没了 所以这种人 我就说 你没有资格喝酒 就是肝油三脂 特别高的人 中国人不少见 不少见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肝油三脂 有协同作用 那么你高了也不是太好 何况他要掩盖病情 他肝油三脂的颗粒里面 他有25%的颗粒成分 是胆固醇 他会掩盖了胆固醇的暴露 就是你也许 胆固醇是高的 由于你肝油三脂特别高 胆固醇 检测的结果不高了 这是一个假象 所以这个问题 你怎么避免 所以肝油三脂高 也要重视 但确实不像低密度 那个坏胆固醇这样 直接治病 但是要引起重视的 同样要有效控制 而且控制它特别容易 少吃几口方 多走几步路 它就下来了 多数人不一定要用药 所以大家看到破坏血管的 应该是真凶 就是坏胆固醇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消灭掉它吗 首先采取健康生活方式 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弱 减少胆固醇的摄弱 尤其是不能胡吃海塞 吃得过饱 这种吃进去剩余的东西 肛内肛脏组织 都会把你合成 脂肪成分 另外就是接触药物 现在这个它丁药 为基石的 或者为基础的 一系列的降血制药物 非常有效 如果光它丁降不下来 加上胆固醇吸收 一致剂非常好的降脂效果 联合治疗 如果还做不到 我们现在还有个新药 刚刚这一两年 才进入中国市场 叫做PCSK9一致剂 效果非常好 但是缺点就是价格特别昂贵 要打针 每个月打两针 刚才我们说了坏胆固醇 现在我们就要 把我们的抵抗力增强 我们要增加我们的 高密度脂蛋白 这可是我们身体里的 卫视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 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更好地提高我们的 好的这个胆固醇 高密度脂蛋白呢 是 你真是明白的 人在血脂肢这里面 有坏的胆固醇 相对于就有好的胆固醇 确实 某个角度说的 它是我们血管的卫视 它会保护我们健康 高胆固醇水平高的人 尤其高到2.0以上的人 往往是长寿 往往是长寿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有某些药物 能够帮助我们好的胆固醇 增高起来 很遗憾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一则要我 能够提高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并使我们寿命延长 要我没有 但是不是没有办法 比如说你运动 劳动 就能很好地提高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 而且这个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提高以后 它是逆转 就是你少量地把那个资质 沉到血管壁里面去了 它会逆转出来 到肛脏去代谢掉 它是走反向的路 真正是你血管壁的轻道夫 是我们某个角度来说 是警察把你的小偷 多揪出来抓住 这样是最好的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高的人往往不产生 动脂肪引化 已经形成的通过运动 我们运动特别强调 一些心霸的高档过程血症的人 通过运动 一些小的斑块都能逆转掉 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就是高密度脂蛋白 好 非常感谢我们陈教授 跟大家普及了 心血管方面的常识 如果说您在体检中 查出了血脂的指数 不是很正常了 这个时候您就一定要小心了 有可能 因为高血脂会给你的健康 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感谢您的观看